以后跟我说话过过脑 让我听你的 等你当了大哥再说 听进去了没有 民国初年政府动荡 西方列强趁机培植武装势力 各地大小军阀混战不休 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河南登峰 少林寺僧人慈悲济世 全力救助难民 活则施以医药粮食 死则超度往生极乐 在大雪封山之前多打一些仗 不料草席都没了 你要我拿什么打呀 那就把我们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 乱世之中 佛门禁地也难得清静 登峰城已经被军阀侯杰打下 霍龙作为失败的一方 想要逃进少林寺保命 而侯杰早已派出手下副官曹蛮 前去追杀 发现霍龙踪迹后 曹蛮立刻骑马闯寺 现有人赶在佛祖坐下妄动刀兵 二师兄扑过去拦住曹蛮 臭和尚 有死因要杀的人 要一个包庇就是同罪 怪你是后世纪 都不得在少林寺撒野 争执间 二师兄连人带马 将曹蛮拉倒在地 曹蛮征战多年 鲜有败计 骑身后摆出架势 欲讨教少林拳法 二师兄使出七星拳法对战 两人拳来腿网 打得难分难解 但曹蛮的功夫是杀人计 不出十招 二师兄便落于下风 见曹蛮嚣张 大师兄倾身而出 一掌将曹蛮打退 但曹蛮是个不讲武德之人 竟然反手掏出手枪威胁 方丈仍全力施救 并不理会曹蛮 也在手下的簇拥下进入少林寺 曹蛮自知理亏不再说话 方丈希望 猴杰能放过霍龙 以佛理劝猴杰 不要再妄造杀孽 但军阀若有慈悲之心 便不是军阀 为了保命 霍龙主动交出一份地图 上面详细标注了 所有钱财的埋藏地点 猴杰拿过地图轻蔑一笑 失礼后转身离开 就在众人以为事情了结时 猴杰竟举枪杀死霍龙 方丈拦下了愤怒的众僧人 霍龙已死 无谓徒增伤亡 猴杰显然是个不讲信义之人 少林寺想与军阀的枪炮争斗 无疑是以卵击石 对禅宗祖庭的慈悲 猴杰嗤之以鼻 凭借枪炮之力 对少林拳法更是不屑 在牌匾上挥笔写下四个大字后 转身离开少林 如今的登峰城里 猴杰势力最大 身穿一身华服 寻月登峰 对曹蛮之前在少林寺的表现 猴杰很不满 你要记住 当你占上风的时候 如果你不下手 等人家传过气来 死的就是你 曹蛮不但学到了狠心 而且比猴杰还要残忍 声称下次会将少林寺杀个干净 此时宋虎早已在城门等候多时 作为猴杰结败的大哥 宋虎的势力也不小 而且一直有与猴杰定娃娃亲的想法 一旦亲上加亲 两人关系会更密切 所以言语上对猴杰很随意 一个小小的货龙 就这么大的排场 我还以为是你出兵呢 宋虎还以为 两人可以像过去那样 讲兄弟情谊 但如今登峰城已经拿下 猴杰担心宋虎 要借着兄弟情谊的名号 占自己地盘 利益面前 兄弟情谊总是靠不住的 谈笑间 猴杰眼神已经露出杀意 打下登峰城只是第一步 猴杰要继续壮大势力 就要招兵买马 羊人的马克庆机枪是个好东西 曹蛮试过枪后 身知其威力 张口就要80架 可羊人竟然不收钱 马克庆可以随便拿 条件是 猴杰要支持羊人在登峰建铁路 枪我不要了 将军 枪我不要了 曹蛮不懂为什么倒嘴的鸭子都不吃 还想劝猴杰答应羊人的要求 但被猴杰当场按在住址上教育 猴杰虽是军阀 也有加国大义 他知道 如果帮外国人建铁路 就是打开门 让羊人霸占中国的土地 这种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行为 猴杰做不出来 但羊人归羊人 宋虎会宋虎 猴杰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自己拿了货龙那么多金子 宋虎为何对此不闻不问 而且连登封城的地盘分配也一字不提 就算是二十多年的兄弟 也该明算账才对 如今宋虎态度如此反常 不出意外的话 答案只有一个 他全要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为了防止意外 猴杰一定娃娃轻为借口安排了宴会 暗中让曹蛮埋伏好三十个刀俯手 他要将这个结拜大哥斩杀于酒桌前 就在猴杰为争夺权力费尽心思时 少林寺的僧人已经有新的打算 如今遍地饥荒 少林寺的粮食已然不够分 于是三兄弟提出一个犯戒的想法 师兄 要不我们去做侠盗吧 师兄最仗义了 是不是 当然 当然 二师兄是个心思单纯的人 被三师兄这么一忽悠 当晚就带着僧人们潜入了登封城 用老鼠引开军粮库的守卫后 正式开始行侠仗义 师兄 我们偷完米 偷面吗 你能不能不用偷这个字 我们是拿 七八个人从仓库里拿了几十袋米 趁天还没亮 飞着米悄悄爬上房顶 将一袋袋粮食分发给受灾的鸡民 看着百姓开心 大家也很开心 佛祖尚有割肉四鹰之举 如今脱军拔的粮食助人为乐 也算是效仿佛祖了 登封城的另一处 侯杰已经带着大批护卫 和妻子女儿一起赶到酒楼 但进入酒楼后 这些护卫一个也不能携带 所以侯杰提前交给妻子一把手枪 要妻子见机行事 酒楼内的艺人还在咿咿呀呀唱戏 气氛却已经紧张起来 侯杰带着一家人进门后 媒婆主动开始讲和 宋家的少爷属兔 侯家的小姐属羊 非常的般配 是上级的配顿 媒婆都是讲好听的说 但宋虎要的就是这个口彩 当即就要与侯杰交换帖子 你急什么 能不急吗 这么好的儿媳妇 她又是跑了 我上哪儿再去找啊 帖子一换 就代表娃娃亲定下来了 藏蛮借口去准备聘礼 使了个眼色后就走出房门 对侯杰 宋虎是一百个放心 更是提出自己不要登封城的任何一块地盘 全都给侯杰 宋虎并非虚情假意 她年纪大了 腿部受伤后早就萌生退役 如今两家定亲 关系自然更为亲近 再加上多年的兄弟感情 宋虎对侯杰毫无防备 拉着侯杰要好好喝上几杯 此时副官踪踪闯进门 交给宋虎一个纸条 看完纸条 宋虎脸色大变 当即上两位太太带着儿女出去 侯杰心知肚明 若不是刀俯手的事被发现 宋虎不可能如此失态 对侯杰的做法 宋虎极为愤怒 她是真心要与侯杰当儿女亲家 没想到侯杰竟然把定亲宴 扮成了红门宴 你这王八蛋 我一直把你当亲属弟 没想到今天就杀我 侯杰一枪打在宋虎胸口 自以为完成计划后 转身想要离开 但她没想到 门外的刀斧手扔出力气 对自己下狠手 屋外的两个太太 也遭到杀手的围攻 甚至九楼外的士兵 也被马克庆机枪全部打死 这场红门宴 看似是侯杰给宋虎下的圈套 实则是曹满 给两位大哥下的圈套 她是个充满野心的人 对侯杰拒绝洋人 马克庆机枪的做法很不满 如今趁着侯杰 要对宋虎下手的机会 她要借花献佛 借机生诞 将私下里培养的刀斧手 尽数派出 准备将侯杰 神不知鬼不觉 围杀在酒楼里 侯杰妻子 带着女儿闯出酒楼后 同样遭到围攻 为母则刚 一个弱女子 拼力恢复着大腹 只为了女儿能逃命 但很快就因为体力不支 被打晕在地 幸好少林寺僧人 发凉时路过 见刀斧手凶恶 出手救下了侯杰妻子 可侯杰在酒楼里 就没那么好运 面对十几个刀斧手围攻 没有武器的侯杰 只能靠拳脚功夫 勉强招架 自知重计的侯杰 不敢久留 从二楼窗口 跳出酒楼 听到女儿呼声的侯杰 心急如焚 迫切想冲出去救出女儿 可路上的刀斧手太多 等侯杰杀过去时 女儿已经被马车撞翻在地 此时登峰城里 到处都是草蛮的人 侯杰别无选择 只能带女儿出城 驾着马车左冲右撞 总算逃出了登峰城 可城外的情况也不安全 一群亡命杀手 在后面紧追不舍 数十让马车挤在一起 侯杰驾车的同时 也要应付身后飞来的斧头 天黑路滑 侯杰根本不知道要逃往何处 只能尽力往前跑 眼看已经走上狭窄山路 草蛮的亲父杀手 鬼角七决定亲自出马 两车并排与侯杰斗到一起 为了拿人头回去复命 鬼角七挥动铁斧 将侯杰倒挂在马车上 可另一辆马车 却失控朝着山下冲去 眼见载着女儿的马车要坠崖 侯杰奋力摆脱鬼角七 在马车坠崖的前一刻 飞身扑过去救起女儿 马车摔下山崖 侯杰父女俩人也滚到山脚 幸好鬼角七大意 没有再下去搜查 侯杰带着女儿在山脚下待了一夜 逃过一劫 凌晨天刚放亮 只见侯杰抱着女儿闯进山门 方丈和众僧人 没有将侯杰拒之门外 秉着慈悲之心 大师兄抱过小女孩亲自施救 听到侯杰的声音 侯杰老婆也跌跌撞撞走了出来 可大师兄一针扎下去后 小女孩吐了一口血 随即没了反应 大师兄立刻双手交叉 做心肺复苏 但实在是伤势过重 无力回天 大师兄看上方丈 方丈也没办法 小女孩已经没了气息 众僧人双手合十 为其念经超度 看着女儿的脸色逐渐苍白 侯杰陷入癫狂 拼命给方丈磕头 侯杰此时还没有醒悟 女儿出现意外 全是因为她贪力图全 亲信小人 妻子已经哭倒在地 侯杰却将丧吕之痛 发现在了少林僧人身上 在大雄宝殿大打出手 佛门禁地不容胡来 大师兄一声令下 五僧们摆出棍阵 将侯杰锁拿 连番折腾 很快耗光了侯杰的体力 僧人们为侯杰处理过伤口后 将侯杰留在了大殿中 在醒来时 侯杰身边已经空无一人 目下背叛 妻离子散 侯杰摸索着走下山 想回去报仇 但没走到山腰 就掉进了龙叔的坑里 在龙叔的野猪坑里待了一天 侯杰也清醒过来 如今女儿死了 老婆也离开了少林寺 侯杰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 正迷茫时 龙叔主动征求侯杰的意见 抱着女儿的骨灰罐 侯杰呆坐在房里 如今的侯杰被草满 以五万大洋通缉 龙叔看侯杰消沉了好几天 主动问起侯杰的打算 如今的侯杰已经家破人亡 过去争霸天下的日子 如同梦幻泡影 他想在少林寺出家 在佛门禁地重新做人 没有任何犹豫 侯杰拿起身旁的剪刀 自己将头发剪断 了却三千烦恼丝 化作自得一微尘 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难度不亚于脱胎换骨 所以僧人们拒绝了侯杰 要留在少林的想法 你现在被通缉 无非就是想留在我们少林寺避难吗 方丈不是说佛度有缘人吗 谁跟你有缘 方丈从侯杰身上看到了慧根 最终力排众议 将侯杰收入门下 作为新入寺的僧人 侯杰被安排在火房给龙叔帮忙 过去的他只会指挥手下打仗 欺负平民百姓 现在却在龙叔的带领下 亲手给基民们发食物 这是他从没有过的体会 在寺外忙完 又要到火房做事 看着龙叔在火房忙活 侯杰只觉得亲切又充实 可能打打杀杀不同 这种平淡的日子 让侯杰有一种不真切的踏实感 龙叔从小在少林寺长大 虽然没有正式练过武学过佛法 但整日见师兄弟们洗武 耳朵里听的都是佛法禅机 自然也有心得体会 尤其对禅武双修的达摩祖师 更是钦佩至极 龙叔随口的话 让侯杰隐感受到一丝禅意 武术伤人难免带有力气 所以要靠修禅来化解 于是侯杰常试着读佛经 也会在没人的时候去练习少林功夫 但他心里还是担心寺内众僧不接受自己 看到武僧们也来锻炼 主动收拾衣服走人 大师兄这些天 把侯杰的改变看在眼里 决定试着放下过去的成见 主动邀请侯杰加入自己的队伍 一起席练少林拳法 就这样 侯杰开始了在少林寺的平淡日子 跟着龙叔分发食物 在方丈的指导下救治基民 为百姓修理独轮车 侯杰已经越来越像少林寺的僧人了 夜晚 趁大家都睡着的时候 侯杰悄悄爬上梯子 将牌匾上那四个字擦掉 这些天的经历让侯杰明白 当初不外如事的评价 使自己浅薄无知 少林寺作为天下武宗 修的不只是武 更是既是救人的慈悲之心 侯杰已经明白 自己过去的荣华富贵 仿若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如今斩断成员顿入空门 方德大自在 一套七星拳法打完 侯杰与小和尚相视而笑 仿佛已经感受到了 禅武合一的境界 万法皆空为因果不空 侯杰已经放下过去 而昔日的手下 却已经和洋人勾结到一起 为了从洋人那里得到更多军火 曹蛮将城内大小军阀聚在一起 强迫所有人同意修铁路 有不配合的 当即派出杀手机 看到曹蛮如此凶残 众人皆是一惊 曹蛮这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威胁 很快得到军阀们的配合 城内百姓们纷纷去争调去修铁路 可很多人一去不回 于是百姓们请求侯杰帮忙寻找 当侯杰在竹林里 亲眼看到士兵压着百姓的场面后 发现曹蛮不只是修铁路那么简单 曹蛮骗我们说建铁路 谁知道 是帮洋人挖国宝 然后换取火枪和大炮 为了防止走漏消息 曹蛮甚至会在运完国宝后 将这些人禁属杀害 猴杰没想到 没了自己制约 曹蛮竟然凶残至此 以昔日司令之威下退士兵后 拉着一车尸体返回少林 对这些人的遭遇 猴杰很无力 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呼风唤云的猴司令 从今日起 归于自姓三宝 以后你的法号又叫静绝 猴杰正式成为少林寺的一员 而猴杰还活着的消息 很快就被曹蛮得知 第二天一早 就带着手下闯进少林寺 看到曹蛮 猴杰心里只有平静 对师兄们提出自己的想法 曹蛮的手下已经与僧人们打在一起 为了拖延时间 方丈和猴杰一起走下阁楼 猴杰这一巴掌是为女儿打的 可曹蛮不在意 他来就是为了弄死猴杰 只要猴杰一天不死 曹蛮就一天放心不下 他记得当初猴杰对他说过的话 人占上风时不下手 死的是自己 所以他要趁自己实力最强盛的时候 将猴杰踩在地上碾压 猴杰没有反抗 默默跟着曹蛮走了 他的目的很简单 牺牲自己 为师兄们营救被关押的百姓 争取时间 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赎罪 也算是没有愧对方丈的教诲 武僧们潜入曹蛮府上后 猴杰也进入屋内 在这里竟然看到了龙袍和龙椅 曹蛮对做军阀还不满足 他要当皇帝 对猴杰回头是岸的劝告 曹蛮满脸都是讥讽 为了戏耍这位昔日的大哥 曹蛮命人将猴杰老婆带出来 我帮你找到 留着他的命 好让你们夫妻团聚 此时少林众僧人也开始了营救行动 扔出火雷点燃马车 引走了大批开手 随后迅速潜入地牢 救出被关押的百姓 七步之外枪快 七步之内 僧人们的棍更快 曹蛮的手下 在少林僧人面前不堪意 百姓们在武僧的掩护下 已经被救出地牢 而屋内的曹蛮还在戏耍 看着昔日踩在自己头上的大哥 落魄至此 曹蛮的得意之情溢于脸上 为了刺激猴杰 甚至将猴杰老婆按到水缸里 曹蛮这才反应过来 被戏耍的原来是自己 此时大师兄还在和曹蛮的杀手搏斗 作为修佛之人 讲究慈悲之心 但菩萨垂眉是慈悲 金刚怒目也是慈悲 大师兄下狠手 是为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可就在要走出曹蛮大门的前一刻 鬼角七出现 一脚踹倒了大师兄 为了让师弟们顺利带走百姓 大师兄拼了命的将师弟们推出去 自己关上大门 死死守在这里 不料曹蛮当场开枪 大师兄口吐鲜血 大师兄的话都不听吗 走啊 走 大师兄心知此情绝无生路 决定留下来死守 可身中树弹 如今的反击只是回光返照 就在大师兄勉强应付士兵时 曹蛮抓过两把刺刀 将大师兄划成重伤 见大师兄脸上毫无聚色 曹蛮用力将刺刀插进大师兄的心口 鲜血流出大师兄的身体 顺着刺刀流出了大门 大师兄死了 少林寺武学造语最高的人 死在了曹蛮手上 可僧人们来不及悲伤 定为方丈已经被曹蛮吊起来 一天一夜水米未尽 为了救出方丈 龙叔带着小和尚们走出寺门 小和尚的话打动了年轻的士兵 可士兵刚放下枪 就被军官打死 曹蛮的手下根本不讲情理 大批杀手带着鬼头大刀冲出 龙叔和小和尚们被迫应战 虽没学过武 但龙叔在少林寺这么多年 也不是白呆的 手拿铁饭铲挥舞自如 鬼头刀再快也没有饭铲领便 但龙叔面前这些人就跟小菜一样 师叔你把他们先分炒一下 师叔牛糊面的工夫打他 铁锅饭铲揉面 环境越乱 龙叔的实力越强 在火房练出的伸手 如今全都用上了 杀手们被打得倒地不起 老方丈终于被救下 此时几位师兄 也将地牢里的百姓带了出来 失散已久的家人重新团聚 欣喜之情自不必提 但今此一事 少林众僧和曹蛮的仇已经结下 少林寺马上就要面对曹蛮的枪炮 如今要想活命 只能离开少林这片乐土 而要想让百姓们活下去 少林寺的武僧就必须留下来断后 我求你做一件事 大神 你带他们离开这里 不 我从来没出过少林寺 侯杰让龙叔看看眼前的百姓们 他们都是没有武艺的普通人 龙叔就算没出过寺 起码也有一招办事 能在逃跑路上 获得这些人周全 龙叔犹豫后 终于答应下来 就在僧人转移百姓进山的时候 曹蛮已经带着大军杀盗 一声爆炸响起 少林寺山门被毁 大批士兵骑马杀进少林 家园被毁 武僧们放下慈悲 拿起奇眉棍与戒刀 和这些人搏杀在一起 二师兄更是手持双刀 与鬼角七对抗 你们这部混蛋 想毁我少林 我会炒住你们 二师兄的双刀灵活多变 鬼角七的大刀势大力尘 两人对招时 竟然将天王向前的木栅栏 寸寸崩断断 此时曹蛮也穿着龙袍 杀到了大殿中 猴杰手持奇眉棍 早已等候多时 曹蛮一刀四出 未能击中 随即接连几刀 招招朝着要害处猛攻 猴杰将奇眉棍 捂得是虎虎生风 对战曹蛮丝毫不乐下风 可慈悲之心 让他处处手下留情 很快就被曹蛮抓住破绽 一脚踹倒 见占了上风 曹蛮捂出刀花 再次踏不向前 钢刀横批树砍 想要伤到猴杰 但习武之人 我输了 可曹蛮的认输只是屎诈 猴杰挪开棍子后 曹蛮翻身跃起 拿起钢刀 捅进了猴杰左腹 两人再度开战 他就认定 自己是螳螂捕蝉之后的黄雀 可没想到 少林寺外的僧人 是想吃掉黄雀的老鹰 由于国宝生意 被少林僧人破坏 两人调集了大批火炮 要炸毁少林寺 此时二师兄 还在和鬼角七搏杀 明辩的借刀 被鬼头大刀一劈两断 没了武器的二师兄 很快落于下风 被鬼角七连砍竖刀 倒在地上 听到炮声响起 二师兄知道 今日已无生还可能 索性爆了必死之心 以肉身接住大刀后 硬生生螺到鬼角七身前 将断刀插入鬼角七胸口 少林 不可 猛的几个转身 将鬼角七斩于天王巷前 随后双手和石跪在地上 在炮火中 与天王巷一同化为灰烬 老方让这边的情况也不乐观 因为大神的孩子 在转移时被挤到石踢下 三师兄为了救小孩 武器齐没棍冲下去 可刚把小孩救上来 士兵就开枪 打穿了三师兄的后背 三个最得意的徒弟都没了 老方丈决定留下 为剩下的徒弟们 打出一条活路 老方丈探手抓过士兵 随手扔在身后 古西之年 一人独斗数人已是不易 但少林功夫 怎能敌得过洋枪大炮 很快 老方丈也被子弹击中 如同二师兄一样 双手和石倒在地上 此时炮火还未停止 大雄宝殿内 侯杰和曹蛮还在搏杀 但突如其来的一发炮弹 将曹蛮炸飞 侯杰不顾危险 拼命将曹蛮拖了上来 可曹蛮起身后 飞弹不知感激 反而随手拿起木棍 想继续打 此时洋人的炮火炸碎屋顶 一根大梁从空中掉下 侯杰扑过去拼死推开曹蛮 自己却被房顶掉落的大梁砸中 整个人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这一幕让不可一世的曹蛮 终于醒悟 拼命挪动房梁 想把大哥救出来 但为时已晚 又一波的爆炸袭来 侯杰整个人被炸飞 曹蛮只看到大哥的身躯 如同风中落叶 缓缓落到了佛像手中 大哥的死终于触动了曹蛮的心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少林寺一会 登封城的国宝 被杨人搜刮殆尽 昔日诵经洗舞的少林 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和遍地尸体 曹蛮哽咽着跪在地上 想要求佛祖救回这些人 但一切都有定数 凡事不可强求 少林被毁后 龙叔带着为数不多的僧人 护送百姓逃出了山 远远看向少林 众人心中无限悲愤 侯杰与少林寺在安心中 永远都笑不掉的 侯杰与少林寺的故事结束了 但龙叔还在 小和尚们还在 被少人僧人救助的百姓们还在 蝉是静的 蝴是动的 亦花一世界 亦佛亦如来 只要心中的少林还在 总有重建少林寺的内地